我好好看,我都不想脱下来了 今年就是非常流行这种运动的套 好时髦哦,有没有 这件我应该就是会留下 Hello大家好,我是阿次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我今年 年前最后一批购物分享了 快递停运之前还可以再 小小的购入一波过年要穿的衣服 大家今天有没有觉得整个画面 有一点不一样 我换了一个新相机 之前我用的一直是佳能的那个G7X Mark II 我已经用了两三年了 现在就觉得它有很多的问题 就有的时候画面录得很不清晰 对焦特别特别的慢 我现在录视频的这个相机是 佳能的M50 我现在有一点不习惯这个新相机的就是 佳能的那个G7X 它是上下翻转屏 所以我每次录视频的时候 眼睛都是看向 镜头这个方向的 但是这个M50它是侧翻转屏 所以我看翻转屏的时候 你们就会觉得我在看旁边 没有在看镜头 我知道我今天录视频 可能眼睛时不时的就会 瞟到这边 所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原因 好那我就直接开始了 首先先来分享一下 我现在身上的这件 小肌黄的卫衣 这是我前两天刚买的 我买的是男款的L号 因为我本身 个子比较大一点 然后我又比较喜欢 穿那种宽松的 所以这件L号穿起来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 有一点点oversize 但是又不会太大的感觉 我当时本来是想买一个卡其色 我觉得那个颜色会比较好搭 然后也是我日常穿的那种颜色 但是耐克最近的款都好 我火一上架 基本上都会断买的那种 只有这个黄色 还有少量的大马 它就是这样子的 这件我真的是蛮喜欢的 就是非常非常显年轻的感觉 这种卫衣也非常非常好搭 就是很随意休闲 你平常下面配一个运动裤 我觉得就很好看了 下面一个呢 是一件这种连帽的羊毛衫 它是这种我最喜欢的鸵色 这件我当时是看我朋友穿 我觉得它穿很好看 所以我也去买了一件 那它是完全羊毛的材质 所以非常非常的柔软 它这个胸前的拉链 你们看 是可以把整个头都拉起来的 虽然这只是一个装饰吧 但是我觉得也还挺好看的 我最近还买了一件毛衣 是这种非常非常毛绒绒 看起来很暖和的 这件真的是很厚实 很有重量的一件 然后穿上之后 也非常非常的暖和 我主要是觉得 它这个深灰色 烟灰色 看起来非常的高级 又简单的那种 平常呢 你就可以在里面 搭一个白色的短袖 露出领子的部分 再穿上这个毛衣 下面就随便穿一条黑裤子和靴子 就特别简单又时髦了 好我现在换上了这件灰色的毛衣 是不是超级适合我 哇我超喜欢这件 它这个面料的材质呢 会有一点点掉毛 所以如果你穿黑色的裤子的话 会有一点明显 然后也会有一点点小扎 但是不严重 我平常在里面就会穿上一个T恤短袖 袖子的部位 我觉得就可以忽略不计 这件真的很推荐 下面想跟你们分享几套 我买的家居服 这个真的是好早之前 就想跟你们分享了 但是我忘了 所以今天的视频 一定要来说一下 这个是优衣库的家居服 它是一套的 一个这种套头的上衣 一条鸡道的长裤 它是这种毛巾材质 所以非常非常的柔软暖和 那这个我已经买了有一段时间了 也放到洗衣机里面洗了好多次了 所以它这个面料就像毛巾一样 会变得没有最开始那么的柔软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穿的 那我这里的气温虽然是比较高的 但是家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凉 所以我平常在家都是穿这个 我觉得很好看又很保暖 那我当时买到之后 真的是太喜欢了 所以我又追加了一套这种深灰色的 那深灰色的这个我买的就是L码 这个白色是M码 我觉得大号的穿起来就更加的宽松 休闲 有那种居家很舒服的感觉 这个家居服我当时是在网上下单的 它就经常断货 所以感觉也是一个蛮热门的产品 下面一件呢也是一个毛茸茸的家居服 这件呢它就是那种浴袍式的家居服 你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太温暖了 就非常非常的柔软 而且重点是它真的很保暖很暖和 我现在在家的时候就这一套和刚才介绍的那两个优衣裤的家居服换着穿 真的不要太暖和 有的时候在家穿短袖其实是蛮冷的 就直接在外面套上这件家居服 立马你的身体就热起来了 它真的太温暖了 而且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温柔的这种米色吧 哇超级的暖和 而且它还戴个帽子 如果你在家实在是太冷也可以把帽子戴上 这件真的太舒服了 我不夸张的给你们讲你在家穿上它 真的就是舒服保暖柔软到你不想脱掉的程度 而且它这件也没有那种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那种刺绣印花 就是简简单单很朴素 我觉得就蛮好看的 还戴了一条这种腰带 如果你有的时候下楼出门有点冷 你就把这个腰带给它系上 就直接这样给它一绑 就可以出门了 然后下面也是一个外套 这件衣服也是我看我朋友穿觉得很好看 所以才被种草去下单的 它是一个这种 离远一点给你们看 它是一个这种就是短款的外套 那这件呢它的材质 你们看它其实是比较薄的那种 所以比较适合春秋穿或者是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比较暖和 冬天穿也是可以的 那这件我当时是担心S嘛 我穿可能会有点小 所以我就买了M 但是我跟你们说M真的很大一件 我这个镜头 我里面穿了这么厚的一件毛衣 它都还是很宽松 但是我觉得它这种宽宽大大的版型还是蛮帅气蛮好看的 而且它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就是有一点点偏绿的那种棕色 反正穿起来也是很显白 它还戴了一个这种围巾 我觉得这个围巾是点金之笔 戴上围巾之后感觉整个气场都不一样了 就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面料是有一点点挺度的 所以它这个围巾你戴上之后 它不会软塌塌地垮下来 它就会立在这儿 然后有一个很好看的这种折痕 是不是 超级高级很好看 这件我很喜欢 好好看 我都不想脱下来了 这个围巾真的很有感觉 每次拍完穿搭在镜头录不到的地方 真的就是一片狼藉可以说是 然后给你们拆一个包裹 今天刚收到的也是衣服 所以就可以在视频里面 跟你们一起来分享 是我买的COS的一件 COS前两天出了一个新年系列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就先买一件来看看 这件它就是这种 它这个新年系列就是有这种线条 我觉得还蛮有设计感的 这个是一个短款的上衣 我先把这个毛衣脱了来试一下 哇 这个 这件着实是有点短 基本上这件也是你不能奢望它有什么保暖的效果了 它就是 装饰性 这件好看 好时髦 有没有 它就是这样子的 我怎么感觉我买的有点小啊 起码的 我看一下 我买的是XS的 16588A 怎么是XS啊 这个我穿的肯定是小的 我应该 我起码要穿S或者是M的 这啥呀 这件怎么那么难穿啊 它这个面料啊就是很光滑 还有一点点光泽感 再加上这种 不规则的线条搭配起来就觉得 哇 好好看哦 好喜欢 我应该会换一个大马的 我这件穿上整个就是 超级的刚好 下面这件呢 是我打算过年回家穿的 它就是这样一个连帽的卫衣 就很运动 很休闲的感觉 还有它配套的这条裤子 非常非常厚实的这种竖脚的长裤 过年我基本上都会在家待着 所以这种特别适合在家的时候穿 跟爸妈出去逛个超市什么的 穿上也很好看 它这个袖子的面料跟这个衣服主体 你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不一样的面料 袖子是有一点那种针织的感觉 它整个都挺厚实的 你看它的衣服还有裤子里面 都是有加棉的这种就挺保暖的 下面这件呢是同一家的 就是一个针织的短款小开衫 毛衣上的这种织法呢 就感觉特别的法式 有一点点小复古 袖子的地方我觉得做的挺特别的 它有做像是一个抛抛袖一样的感觉 再加上这个黑色的封边 整个看起来呢 这件就是很法式 很优雅 它这个V领你把扣子全部扣上 其实也不是很深 你就可以单穿它 就会有一点小性感 然后还有两个包裹 原来一起把它拆掉 是我买的一个健身的衣服 这个盘色 我当时是在小红书上看一个博主穿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就买了 我是买了两个尺码 就想着哪一个合适就把另外一个退掉 就是这件 这种蓝色的一个运动罩衫 背部的设计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这个牌子蛮多人推荐的 我自己是第一次尝试 反正我摸起来 它的面料感觉还蛮柔软的 好了 比肩换好了 我感觉这个颜色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显老了 怎么看起来就好像有点奇怪呢 这个颜色 它背后就是 后背的设计特别凉快 就很透气的那种 我感觉这个L码 我穿上也蛮刚好的 也不会很大 当时还怕 L我穿太大了 这件应该就是会留下 下面来分享几个最近入手的包 首先呢 是这个小可爱 这个是买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没有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说过 是COS的一个小绵羊包 像是小羊羔一样的面料材质 就是这样子的 它虽然不能装什么东西啊 容量就这么大 手机都装不下 可能装两三只口红就差不多了 但我就是觉得它太可爱了 而且我本来冬天那种 浅色的衣服就挺多的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还算是挺实用的 就有的时候出门逛逛街 不需要带很多东西的时候 背这个就可以 下面一个包呢是这个 在镜头里面 感觉好像有点亮 这个是GEL Sander的 那我买的这款呢是薄荷绿 这个颜色也还蛮好看的 它不是那种很绿的感觉 它就是那种淡淡的 那这个包它里面 就是这样子的 它里面的内衬呢也是皮的材质 我觉得容量其实还是不错的 可以装一些东西 但由于它这个开口的地方比较硬 所以你装太多东西 其实也不是很好拿 冬天穿浅色的衣服也可以配到 然后夏天就更适合 它这个颜色就是很春夏的感觉 这个包它虽然我觉得价格蛮贵的 但是材质啊 做工啥的 我觉得就还好 不需要对它抱有太高的期待 下面这款包呢就非常的大了 这个包呢就是你平常 真的有蛮多东西需要装的时候 可以用的一款 日常出门 我觉得它的容量有点过大了 整洁的地方是自己去系的 就你可以调整它的长度 你可以调整到这样比较适合 单肩背的长度也可以把它 搞得长一点 你就可以这样斜跨 都是可以的 我现在这个长度斜跨的话 稍微有一点点短 皮质啊啥的也都很柔软 也没有什么怪味 就是很能装的一个包 最后这款包呢也是一个 大包 是一个这种托特包 这品牌最近感觉还蛮火的 很多买手店都有看到 它这种黑金的配色 真的就非常非常的复古 然后我觉得单肩背 也还蛮好看的 不会觉得很突兀的感觉 出门有一些短途的旅行 或者是你当妈咪包 或者是像我有一些宠物 需要带他们的一些东西出门 都非常的能装 最后就是剩下的几双鞋 也跟大家一起介绍了 这个是ZARA的 你们可以看到我还没有拆掉这个标签 因为我都忘记我买过它了 所以还没穿出门 我当时在网上看到它就非常的喜欢 因为你们看它这种米白色的毛茸茸的材质 一看就是我会喜欢的那种 它这个鞋子我觉得主要也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吧 内里是完全没有毛的 然后脚感呢也比较的硬 所以就买来做一下搭配啥的还可以 我买的这个尺码是39的 会稍微有一点点大 我是38的脚 但是我平常买鞋都喜欢买大一码 可是这双就会有点大 大家想买的话 我觉得买正码就可以了 我先来穿上 当拖鞋来穿的话 买大一码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温柔 也很显较白 下面一双呢也是一个拖鞋 我稍微把它清理了一下 它的鞋垫有铺一层这种雕毛的材质 非常非常的舒服暖和 穿了好几次 也都很蓬松 完全没有塌下去的那种 它的颜色也不是那种死白 就感觉很僵硬的那种 有一点点发灰的那种奶白奶白的感觉 这个皮质也非常非常的柔软 虽然我穿了几次 它会有一些折痕 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影响 有一点折痕看起来 才更加的随意 而且它这个鞋型 你们看我觉得做的特别好 就是特别的修长 鞋子本身是宽的 但是视觉上看起来 是非常纤细的 这双我也是很喜欢 就是非常非常的实穿又好看 然后下面呢是一双中筒靴 我前两天拍照的时候也有穿它 那这双鞋我真的蛮喜欢的 首先它这个厚底 我觉得做的很有个性 而且就是今年这种厚底 非常非常的流行嘛 而且它这个厚底是一个那种 浅咖啡色 就跟这个黄色的鞋面很呼应 鞋面啊做的也很特别 设计感非常非常强的一双鞋 那这双鞋我当时看是有三个颜色 有黑色还有一个奶白色和这个小鸡黄 我当时就想到我好像没有这种黄色的鞋子 就感觉蛮特别的 所以就选了这一双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如果买的话会 我会比较推荐黑色或者是白色 因为会更好搭配 这个黄色虽然很好看 然后舒适度也非常好 但我还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难搭配 对然后就是这个脚感的问题 这双鞋很出乎我意料 它真的穿上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是它这个底啊 你虽然看起来很厚很重 好像很硬的感觉 但其实它穿上之后 就会有一种气垫感 完全不硬这个鞋底 所以这双鞋的舒适度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中筒靴它没有拉链嘛 我觉得这种美观度会比有拉链的好 但是它相对而言 可能你在穿脱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费劲 它这个设计感和质量 我真的觉得是远远超过它价位 我有一点想再买一双黑色或者是白色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不知道大家看了开不开心 反正我今天是录得蛮开心的 就觉得很轻松 不知道我买的这些东西有没有戳中你们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可以给我一键三连 就是对我最大的